中国用音波 再攻击美国的大使馆 攻击已经扩及北京跟上海 本来其实是只有广州 现在美国已经撤出 11个驻中国的人员 先请教一下 什么叫用音波攻击 其实这个事的确很悬 我们知道现在在 武器上面的发展 的确有一种叫声波武器 那除了声波武器之外 还有叫次声波武器 那简单来讲 如果你要讲说声波武器 基本上是听得到 那听得到的 最厉害的不是声波武器 听得到的你会防 你可以找到来源 那像他们现在有一些 譬如说这个 不管美国也好 中国自己也有 他们的武警有类似的武器 声波武器基本上就是说 用这个大比较强的 这个高的胶耳的这个武器 去让你耳朵受伤 让你觉得不舒服 那这样子在对海上 对付所谓的海盗反恐 有这样的武器 那这样的武器 因为你很容易曝光 很容易知道你的来源 所以要比较高招的是用一种 叫次声波武器 次声波武器就是说 我们这个耳朵是听不到的 但是它可以在你听不到的 那个音频 很低的音频的情况之下 去每天持续的去攻击你 所以照理说应该 听不到 真的要厉害的话 是你根本没有知觉 但是对你的 我被攻击但我没有听到 对 你不晓得 你没有知觉 因为那个千里传音 那耳朵它能够接受的音频 它可以接受 然后就会影响到你 甚至你的神经跟大脑 那就会受到伤害 但是这样的武器 现在技术上是比较困难 它比这个声波武器 比较困难 因为它的这一个 要把它集中这一个声波 定向的这个能力比较差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 他们这一些案例 我们看到之前 这个古巴也发生过 对 二十几个 对 那已经发生过了 后来美国也 它的这个医疗单位 针对这个做调查 的确也怀疑是遭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声波武器的攻击 那另外这个大陆 这个就更悬了 本来是在广州的理事馆 现在什么连上海 连北京的都有 这个就不是个案问题了 这个是不是无脱 有我说这个单独很特殊 它是因为它精神状况 有问题 累积下来已经超过十个人了 那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就会让 那它怎么攻击 因为你没有办法追踪吗 无叉招吗 没有没有 不是 这个有很多种可能性 它可以定向 就是声波武器是可以定向 次声波武器就不好定向 声波武器是可以的 那也许我们觉得有机会有可能性 比如说一个的确 它就是针对你这个建筑物 就对你定向攻击 这是可能性的 另外一个是 他们自己可能在内部在做测试 因为过去法国也有这样的武器 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 他们的法国的国防实验室 就是自己内部在做试验 结果用那个声波武器 队内在做试验 就是它那个声波 这个外翼跑出去之后 外面的这个村庄的这一个人 就耕田更到一半 就受到攻击就死了 它那个是很强的 高焦耳的那种攻击 那像它这个 用声波可以把人攻击到死 可以 它就整个等于说 你会血脉喷脏 整个可能这个血管都爆掉 所以它这当然是一个新的科技的一个装备 我觉得美国会 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提出来 也不是只有透过媒体去放话而已 事实上他们今年好几次在外交 中美双方的一个一些沟通的一些会议上面 都有正式提出来 要求这个中国的外交部要给一个交代 中国的说法是说调查结果 没有类似的状况 问题是没有类似的状况 怎么会一个两个十个 所以脑部受伤 对 脑部受伤 那你说一般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会不会是他们这些 比如说他们的关底 或什么被装的所谓的监听器材 那监听器材 比如说它的这个无线的这个干扰到 比如说有 你如果有这个像speaker这种喇叭 有时候会有那种 那种这个噪音 但是我们自己听不是很清楚 它长期的不断的也会让你可能会 会受不舒服 造成生理上的影响 所以只是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美国现在很重视 那他们是把它定位在说 你应该是有系统 刻意的在做这样的一个攻击行为 而且这个可以结合之前 还有一个什么 它在东非不是用那个镭射 这个强化镭射去造 这个他们的飞行员 美军的飞行员 眼睛也受伤 对 所以这个都是新科技的武器 所以他们把这些事情都连结在一起 要这个中国要给个交代 甚至之前美国国务院 甚至直接警告中国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给一个交代 特别是像那个雷射武器 你如果不给交代的话 过一阵子你会受到应有的这一个 我们会有反制 结果后来它在那个 WINPEG那个环太平洋军演 就被踢出去了 就是说表示它这个已经把它当成是 这外交上面一个很重要的 这一个议题在谈 不是只是这个好像传言中 还是把它当成是好像齐文所事这样在谈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对于中美未来 在互动的过程中可能是一个 某个程度有可能会是一个引爆点 李宗兄有没有补充 我想因为这个声波武器从这个 原来在古巴那边嘛 现在中国 那当然我有私下问到一些 我在美国的朋友 那他们讲说其实出现症状很多是有 往往是这样 他耳朵里面后来就莫名其妙会出现一些生物 然后那个你说这是幻听也不是 但是他对于外交人的确会造成 就是工作上面非常严重的困扰 因为你也不晓得到底你是接受到什么 然后也没有办法对那个现实和那个想象中间 进行一个有意义的区分 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所以说这个声波武器我觉得 当然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出现 原来从广州 然后后来那个现在北京和上海 如果说都是确定的 那就表示说中国可能把他的武器已经 那个已经 就是说试验到 广州那是试验 试验到了一个觉得不错的程度 所以说开始在北京和上海都在开始使用 对 或计北京上海 那其实如果说这真的是事实 那我们要注意 那中国它会在这边 然后中国不会在外国使用吗 或者说中国会对其他的在中国的使馆 那我们派在那边 如果说我们的代表处 或者是我们的办事处 那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银行 或怎么样的那个单位 会不会也有遭受可能这样的攻击 当然这是一个 就是说可能到这个 会到这边的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既然敢用这种东西来对付美国 对 那它我们怎么能够那个确定 它不会用这东西来对付其他人 包括我们在内 所以说这是我觉得 可能要注意的一点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正知道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